反手的转换是靠手腕的转换 而不是靠手指调整的转换 对吧 在正手到反手的转换过程当中 重心不宜过大 重心过大就变为起伏 你看我正手到反手的时候 靠手腕带过来 而如果从反手到正手的时候 重心可以大一点 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 这个的重心不能过大 这就提出了一个现在的站位问题 以前的站位都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这种站位的 但是到了现在的乒乓球发展 这种站位已经过时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相对平行的站位 两个脚你看 这样子就有了 是吧 正手到反手的转换 重心不宜太过去 如果在反手到重心的搅换 那就可以大一点